小董真心话 今天天气干冷 其实中午还不错 还有太阳可以出来走一走 因为昨天的雨让大家觉得很冷 今天虽然是冷 可是它是干燥的 小董讲新闻常得罪的人 因为我都指名道姓 指名道姓很多人不能接受 尤其一些司法界的 法官、检察官 看小董每天点名他们在讲 他们都很气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新闻界 跟法院、地检署 跟那些检察官勾结太久了 你要是一个新闻很富便 他们是绝对不写出法官的名字 不写出检察官的名字 然后你看所有的报导都写 台北地方法院指出 地方法院怎么指出 他要有个人才能指出啊 台北地方法院判决 他怎么判决 是哪一个法官干的好事啊 哪一个检察官做的事啊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新闻 讲到最后 大家对司法很不信任 可是搞到最后 司法是哪一个人 没有人负责任 就变这样 这是台湾媒体最丑陋的一遍 很多记者啊 都要帮忙官收 你知道吗 要帮他长官官收 要帮他的朋友亲友官收 官收司法 在台湾是非常普遍的 不只柯建明 不只王金平 非常普遍 但你如果要去更正 要去改这个 那你死的最快 像马航九就是最快 连总统都没办法去改司法 对不对 马航九只是痛恨司法的官收而已啊 但是你今天看台湾 台湾很多情况 你有理想的人 在台湾是没办法生存的 像马航九这种人 他要是再选总统 我是不挺他的 我不会支持他 他选台北市长也不会当选 因为你有很多理想 是没办法做的 全球五十大的餐厅 五十家最有名的餐厅 叫热木 快乐的热 三点水再一个木头的木 这家餐厅的主厨非常厉害 长得也非常漂亮 女孩子啊 叫陈 蓝 书 蓝是一个山再一个风 书呢 舒服的书 非常漂亮 也非常做菜 他宣布 我的店年底不做了 全球位 不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讲一句话很传神 我的朋友梁又祥 他还引用了 他说两年前 他还讲过类似的话 这句话就是 在台湾有理想的 有理想的人在台湾 没办法生存 是 这就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 有理想的人在台湾 没办法生存 是啊 你要创什么业 你有办法创吗 今天是政府 民进党是一个黑帮 他主持了一个政府 小总 大家都知道我讲新闻 我都是用对照的嘛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说 这个事情没有错 那我反问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说没有错呢 大家哪来做对照啊 我要讲出那个事情的 严严本本 大家来对照 这就是小总的本事啊 对不对 我跑新闻这么久了 在新闻业 三十几年 然后看过那么多 台湾 政治重量级大咖的 百分之九十五 我都认识 很多人说 你认不认识我 我说因为你是小咖 我不认识你 哈哈大笑 怎么会不认识 当然认识啊 我们讲的东西 都是有评有计啊 各位 这 这就是说 你认不认真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嘛 但是你今天看到台湾社会 他不是讲这个 他是讲关系 民进党讲关系啊 所以大家在吵北龙 北龙吵了半天 吴英零 吴英零被陈景静这样骂 老实讲 你要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脸皮的人 我早就 我早就滚蛋了 我早就 那我就请职 我做不下去 开记者会 记者就一直问他 你要不要辞职 你是不是要请职 嘿 已经够难看了 然后你的董事长 他是总经理 北龙是总经理制 董事长的作用是什么 董事长的作用就是 提名总经理 就这样 然后总经理一阵时间 就跟董事会报告 我做哪些事情 我的数据多少 我的报表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样啊 全台湾哪家公司不是这样 对不对 那总经理被董事长这样K 还说 还一路上还说谎 哎呀 我有跟北市府联络 我有报告 陈景静说哪有 你什么时候跟我报告 那陈景静 最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看到了 有关系就没关系 在民进党 特别重要 吴云玲先前做什么事情 他在西州乡 大家知道 彰化有个地方叫西州 西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乡 在那边当乡长的秘书 乡长是他表哥 他表哥 原来在当警察 各位你都可以上网查 把警察推就下来 选相上 警察可能也很优秀 找自己的表妹来当 我们其实 台湾有时候你看的很奇怪 你要是民意机关 找自己的亲友来当助理 来当秘书什么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民意机关没有行政钱嘛 民意机关你要去补托 去服务 你说 今天 今天我妹妹没有来 我姐姐来 对不对 妹妹是议员 因为台湾 或怎么样 或生病或出国 姐姐来帮忙 大家觉得 还是他们家人来 表示很重视我们这个庙会 这场喜宴 对不对 那是一个服务嘛 他就是 不是行政的嘛 那你行政是掌握权力的 找自己的 找自己的表妹来当 自己的秘书 这是他先前的一个工作 彰化二十几个乡 一个乡长就可以找一个秘书 这个秘书就可以升 北荣的总经理 为什么 有关系 对不对 爸爸是吴臣 国策顾问第一名 就这样 各位你看的都很 就像我昨天在节目上讲的 图请哲的表弟 图请哲的表弟 原来是他办公室主任 然后 派记 当肉品公司总经理 都不避讳 而且 完全外界没有人讲话 各位你看到就是 台湾的情况就是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 早就一堆人讲话了 我们整个社会不公平 对不对 蔡英文的表姐 最近是因为生病才下台 他跟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 他跟蒙藏委员会会有什么关系 他是蒙古人吗 他懂什么 然后当委员去劳委会 劳动部 当部长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 我有时候跟 我们很多朋友讲 就是你在台湾 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整个社会不公道 议论不公道 司法不公道 我曾经啊 在十八周刊 写过专栏 我现在改到周刊王 其他两家是同一家 我跟唐湘荣写 我就写民进党 民党的黑金政治 是天长地久 各位都可以 都可以 去找出我的文章来看 你只要打 我的名字叫董志生 董志生在打天长地久 你就看出我那篇文章 都指名道姓每一个 对不对 你看了都觉得好好笑 小董 你收集很多资料 我还问很多 跑地方的 我们地方的记者 我们都会联系 长治乡的乡长洗衣袖 花包小型工程 收费 结果7年8月4号 跟那先生刘富龙 儿子刘信红 通通三个人被收压 县长潘梦安派 前林若乡的乡长 叫李新房去代理 四天后 四天后 李新房因为在林若乡长任内 收工程匯款 然后被检方 找去问 然后50万交保 现在的林若乡的乡长 叫蔡智和 原来是李新房的秘书 他收费更 更久 收更多 所以他已经被收压近见 这是我文章第一段写 大家讲说 你屏東都很熟 我不是很熟 我对地方政治 平常就有在讲 各位你可以找出小董的文章 真的不可思议耶 你都不晓得 台湾的地方 已经被民进党胡思到什么 黑金政治 那还是小儿哥 嘉义大林镇的镇长 叫李秀美 他因为会险 被判刑上个月 那时候县长是陈明文 陈明文指派他的女儿 叫黄真怡 去代理 妈妈会险 叫女儿去代理 陈明文 陈明文 嘉义最强的啊 对不对 现在的翁张良也是他提西的啊 民进党已经提兵翁张良了 小花县长 不知啊 对不对 你看他支持张明达议长 输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陈明文 盘根凑绝啊 这么厉害啊 对不对 厉害到什么地步 七年九月 张花冠指控陈明文 姓梢 现在三夜了耶 各位朋友 你有看检察官在办吗 陈明文接受节目访问讲 哎 那个案子已经没有了 我们请记者去查 记者说 没有啊 检察官说没有啊 没贈结啊 没贈结你又怎么不拔手来问 欸 性骚扰 我们今天看一个新闻啊 一个法官 性骚扰他的助理 这个法官 被免职啊 被免职啊 后来他申诉 现在就恢复 但是要 划他两百多万啊 陈明文被张花冠指控性骚扰 你有看检察官在办吗 什么叫地方的黑金势力 盘根错绝 各位这就是啊 你有没有看出他的嫌棘 政治啊 统瓜一切 包括司法都乖乖听命 包括媒体那根不用讲 现在全台湾只剩我一个人在骂他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各位朋友 陈明文跟蔡英文是一挂的 各位所谓的英系 其实最主要就是陈明文的地方势力 蔡英文本身是没有什么地方拍戏 可是他就是跟陈明文 所以 现在 要选举 当然党机器就要启动 党的秘书长 党主席是蔡英文 他是总统 也是党主席 党的秘书长洪耀胡 原来是 原来是陈明文的属下 是一个局长 蔡英文第一次当选主席 哇 没有人怎么办 陈明文就把这个属下 一个局长拍给他用 就这样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台湾的政治什么叫天长地久 我讲这东西 各位都觉得非常好笑 而且 要做要来就 来气自如 对不对 你有时候看 这些人 这些事 你说 都小地方 一个乡镇 一个乡镇 搞起来也不少钱啊 各位就是这样啊 你看 李秀梅 李秀梅 会选 停职 然后现场派他女儿黄真瑜去代理 然后代理完了以后他自己选 当选了 因为地方黑金嘛 对不对 然后又连任 7年4月7号 他任期本来应该今年年底到 他没有 他7年4月7号就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他去嘉义县农会干总干事 各位 你看到了吧 干总干事 那他的任期 所剩的任期不到两年 我们现在规定 一个首长 一个险上司4年 你如果任期还不到两年 就由你的上级指派 所以很多人讲 朱立伦应该选台北市 那是笨蛋的讲法 朱立伦去选台北市 他先签户口 对不对 他签户口他就丧失朱立伦的 新北市长的职务 那新北市长由他的上级 行政院赖清德来指派 会派谁 当然派吴秉睿啊 还用讲吗 派来代理吧 把宪政院所有的人士 把它调动把它改变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嘛 那你等于说拱手 把新北市让给民进党 你要知道 我们 我们的地方制度就是这样 所以你选出来的首长 任期不满两年 我的上级单位就可以派 然后 你看黄真怡 他去年事业期要闪职 去看嘉义隆会总盖室 那他的任期派谁 派有心要选的一个议员 叫做叶和平 他去代理 那你去代理以后 你这个 政公手你就很熟了 熟了以后你就顺利去选 就选上了 就这样啊 都是这样干你知道吗 我讲这不是只有一个乡 一个地方啊 小董在文章里面 我不是在忽述我的文章 我说你看我文章会更清楚 因为那指名刀姓白子黑字嘛 水淋香的乡长陈茂顺 贪污2000万 判15年 结果呢 水淋香 淫淋啊 那时候县长苏之温指派他的女儿 指派 陈茂顺的女儿陈怡环 你去代理 陈怡环26岁 各位 你贪污 我派你女儿去代理你的職務 在民进党里面没有人讲话 小董想说 哎我写这篇文章一定 很多人那个 没有 我告诉你 在民进党你干什么事情 大家都不会讲话 为什么 因为你这贪污比起陈水扁小多了嘛 可是民进党贪污天经地义 天长地久 那大家都没事 各位我讲这个你就 你就会觉得台湾已经 已经完蛋了啦 台湾早就 根早就腐烂了 不是说谁当总统不当总统 从马航九时代 从陈水扁时代 从李登辉时代 他就一直这样 在地方大家不在意 对不对 爸爸贪污 女儿来代理 女儿26岁女儿在干嘛 他还在读书啦 所以你不要读了 你回来回来当乡长 你爸爸贪污要去坐牢 你赶快回来代理他 哎 我们今天是讲一个世袭的制度吗 我们今天在讲什么蒋介石 什么世袋正义讲什么 那些那些话都是恶心的话 又讲这些话的人 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 各位我讲这东西 你听了就很好笑吧 26岁的女儿来代理 代理结束了 他就选 当然就选上了 黑金正字嘛 今天是谁中聋 今天台湾 台湾谁在中聋 当然是老百姓在中聋 你以为台湾最可恶的人是谁 是蔡英文吗 不是 是台湾人民 这台湾人民对民进党 贪污或做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然后他们每天说 欸蒋介石怎么样 哎呀谁怎么样 台湾有理想的人不要带台湾 小董讲很多年了 有心要投资台湾的人不要来投资 小董讲很多年了 我不是今天才来讲嘛 各位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呢 因为他没有正义 等你公司做了 好了以后 大家就开始闲言闲语 跟你要好处 跟你要好处啊 对不对 你开个工厂 工厂怎么可能不污染 我包围你工厂啊 钱拿出来 对不对 就这样啊 各位你今天看了整个台湾的情况是这样 你知道吗 现在河山厂有人包围了 一个正名代表 我要去包围 对不对 你里面有核汇料啊 一桶才给我们每个人补助金多少 太少了我们要求加码 要不然我找人来包围 他找两 对不对 二十个人五十个人就可以包围你了 为什么 我们只要躺在 车辆要进出的马路 谁敢来抬我 你有办法吗 你请他来 我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我是为了因为 你造成了污染恐慌 我是为公义 躺在这个马路 不让你的车子够 其实说穿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很多东西就是要钱嘛 在台湾 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要钱 执政的人 想方设法要钱 我安排我的人 我进到某个位置 各位这就是 你说他为什么要政长不干 为什么要去干总干事 总干事钱比较多啊 融会总干事钱比较多 融会总干事又不用去备刑 对不对 然后你把持的东西更多 资源更多 何况你再干你就一年多就要卸任了 所以有这个好位置 赶快早早去安排 然后赶快安排 要接政长的人 所以我小董讲这个 我告诉各位 你在台湾有理想人没办法做 大家这几天都在讨论 哎呀米其林说哪一家好吃 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大概有八成我都吃过了 有的真的名不符实 我老实讲 他上面写说 这家多少做 还好吧 普普吧 啊当然有的真的很好吃 那他写的 有的你跟他同类的 其实有比他好吃的更多啦 但小董当然也没有在推荐这个啦 我知道哪些好吃 就是有些朋友私下问我说 哪些小吃怎么样怎么样 是 台湾很多小吃很好吃 可是 你到最后同质性就太多 你只要有一家 一家这种 他做的不错 大家就去看 开始去学嘛 所以我昨天看到林古方教授 山谷的谷 芬芳的芳 各位可以找他文章来看 我印象中他应该是写在联合报 他说他一个学生 两年前 在永康街 台北永康街 开了一家店 最近要收起来 为什么要收起来 因为同质性太多 永康街本来是个人文的巷子 里面有卖茶的 有卖古玩的 然后你 这边看一看 那边看一看 吃点东西 就这种生活很幽静 他现在变成怎么样 现在变成黄珠三级跳 变成整条街 大街上都在卖吃的 然后你很多东西就同质性高 然后过去那些比较人文空间 譬如说过去本来有卖茶的 有卖一些古玩店的 就到更偏的小巷子 然后这条街就租金飙涨 人潮是很多 可是他的特色就不见了 林鼓方教授 他也是个很传奇的人 他对佛教 对音乐都有很高的素握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看到台湾有些东西 你的小缺性就是 找哪里有个小东西吃 然后大家很高兴 其实我看 譬如说介绍那几家牛肉的 牛肉面的 太贵了 我老实讲 那些牛肉面我都吃过 太贵了 那我吃的更平价 但是 因为你只要有人介绍 就会去排队 譬如说我每天下节目 我就经过金华街 现在这家已经搬到潮州街 当然廖家 像我下节目一点多了 还是有人在大排长龙 这家当然不错 是蛮好吃的 那当然 你在台北要吃好的牛肉面 也蛮多的 但是大家 PO上网 小缺性 然后就讲东讲西 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没有开创性啊 各位朋友 我不是要教很多人冷水啊 在台湾有理想的人 没办法存活 那岂止是陈南书一个人 岂止是 梁又翔一个人 梁又翔说我两年前就讲过了 是 有理想的人 在台湾没办法存活 为什么 你要做得很好 你要存活的话 你可能要依附政治 而这个政治一定要有颜色 是绿色的 你依附国民党没有用 依附蓝营没有用 依附力营才有用 全台湾所有的 媒体 司法 或者明电 你要成为民进党的附水组织 你才活得下去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欢回到小董真心话 真心话 当然要说出心里的真话 如果 你看 台湾的情况 小董讲了 好像什么东西都要依附到民进党身上 民进党就是 就是打算这样做 你看互联会 下午 要移送 孤言 孤言卓吟 那他对 互联会的贡献非常大 他们说 他销毁什么什么 反正民进党的指控你听听就算了 民党 他下面有个单位就是党产会 他最主要用党产会 党产会 党产会讲你是附水组织 你就是附水组织 除以你跟他打官司打赢 那官司要打多久 不知道 党产会是什么单位 七年三月监察院 要求司法官会议解释 党产会有没有违宪 这个组织有没有违宪 一年了 大法官会议谁养的 大法官会议在干嘛 你们这些大法官指令高薪 要不要脸 大法官会议主席是谁 徐总理台大教授 主张台独的台大教授 你就看到 你就看到今天台湾是怎么样 民进党所有东西都掌控 少说不掌控小董 小董每天骂他 骂蔡英文是垃圾 我其实很对不起垃圾 我每天用垃圾来形容蔡英文和民进党 对垃圾还是可以废物利用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在台湾你有什么公道 我只要把时间 把地点把人讲出来 就好像我上一段讲 我可以讲到水林乡 对不对 迎迎了一个小乡 乡长很大 乡长贪污有女儿来代理 是怎么样 我民进党就搞这个 你管得了我 根本没有媒体在写 只有小董一个人在讲 对不对 大林镇的镇长 妈妈贪污 派女儿黄真怡来带 带了以后怎么样 黄真怡跟她老公 她老公 本来在大林镇公所上班 结果她当镇长 老公就不能上 为什么 夫妻啊 会被人家讲啊怎么办 就把她派去县政府 县政府也是自己人啊 就县政府上班 结果大林到县政府怎么办呢 每天要去上班 她住在大林 太太是大林的镇长啊 黄真怡啊 蔡英文的爱将啊 就蔡英文的爱将喔 真的是爱将 那怎么办 刚好环保署要补助地方 所以我们要有环保车啊 垃圾车啊 环保车就申请 申请就把环保署 这一部好的车喔 然后 等于就把它换成是自己的座车 你知道吗 各位你可以想象 我讲东西 你一定觉得好好笑 我告诉你在地方喔 这种事情喔 你看了都 你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在地方就这样干啊 那 可能地方 大家觉得不以为意啊 就这样啊 對不對 可是 我今天 小董人在台北 那我讲这东西喔 很多人就说 蛤 你讲的是真的 老实讲 小董讲的如果不是真的喔 我齁 我齁 我早就不曉得被告死到哪里了 因为法官跟检察官 對不對 都 都很痛恨我啊 黄真怡这个老公叫李峰前啊 牧子里 丰富的丰 全部的钱啊 那他们喔 政工手就用清洁队的名义 向环保署申请了一辆车 李峰前就指示环保署 因为他是县政长的老公啊 哦 指示清洁队 把这个车喔 加装导航 还有数位电视 然后由政工手的行政室千层 把这个车喔 跟政长原来的坐车互换 清洁队的坐车 政工手所属清洁队的坐车 跟政长的车互换 因为这不是跟环保署申请 用清洁队的名义申请来的 加装了这些数位电视导航啊 什么样 对不对 然后换成是政长 在坐这部清洁队的车 然后这部车由他老公来用 每天从大林 开到县政府去上班 县政府在太保嘛 就是在故宫南宴 各位我讲这些东西 你又觉得 蛤 怎么这么大会作章 对 大会作章我就是要贪嘛 要污污嘛 我有时候讲这些东西 很多人讲 小董你都讲了继细迷 我铁镇如山啊 所以我讲出人的名字啊 各位 你碰到这些事情 你都不晓得 蛤 台湾真的已经这样了 对 根都烂了 民进党的黑金无所不在 可是你讲他 他不爽啊 对不对 他想办法整你啊 是 我们当然 常常会碰到这一类的问题 可是在台湾 没有人在乎啦 你知道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吗 你知道 过去一年 整个亚洲动荡不安的金正恩 现在是和平大使耶 你知道吗 他借着南韩办一场 平昌冬奥 他派人参加 派他妹妹到现场 哇 全球的焦点都在他妹妹 对不对 本来大家想这个 这个小屁孩很可恶 可是他手上有核弹 大家又不太敢得罪他 万一他心情不爽 他不要打你 他打你旁边 所有伤人都吓跑了 对不对 核子弹啊 结果你看 他派对 派人去 派他妹妹去 而且他 北韩跟南韩不是死对头 他说不是死对头 我我这些高级的武器 我这些最威力的武器 我不是要对付自己人 我们都是韩国人 我是北韩 你是南韩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韩国人 我是要对付美国人 南韩听了好高兴 自己兄弟 今天如果 中国大陆跟台湾人讲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人 你就企图并吞 坏蛋 我们台湾的反应是这样 北韩的实力跟南韩差不多 对不对 台湾的实力跟大陆相差一百倍 对不对 一千倍 人家这样讲 我们还骂 自己都了不起 都摇摆 你说台湾人比较摇摆 还是金小胖比较摇摆 当然台湾人摇摆 对不对 现在大陆有三十一项 会台政策 我们就骂 开始骂 这就并吞 赖清德在国会讲 在立法院讲 那你看到了 今天 中国大陆的导游证不发了 导游证只有一年 他如果不发 表示一年之内 因为他已经前一阵子就不发了 所以你大概 大概半年左右 大概 已经没有大陆团了 没有导游证不能带团啊 你就只剩下自由行了 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又开骂了 我这个 一望面会台你 要对台湾这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东讲西我听了哈哈大笑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带团来玩 一马很久当总统时候 两岸直航 直航方便以后 大陆团就来了 那时候赖清德是民进党立法院 党团的书记长 他开记者会 骂马很久 卖台 说这些人来 你让这些观光客来 叫做木马土存 大家知道希腊那故事吧 两斤在打仗 然后看到有一个木马 就说 我们打胜了 对方 对方逃走了 哎呀有一个木马 好好玩喔 把木马带回去 结果班内木马 里面都是人 然后变成内应 这个是木马土存的故事 赖清德说 大陆客来台湾叫木马土存 那他下一步来 你也骂他 来你也骂他 请问你 你同样一个赖清德 你讲给我听啊 我小总讲的东西 都可以上网去找 你只要打赖清德 木马土存 这七个字 然后你在 你在看他怎么讲 怎么羞辱马航九 羞辱大陆 然后你在看 今天的赖清德院长 针对 大陆不发领对阵 然后他怎么开骂大陆 那你是到底要人家带团来 或希望他来 或不希望他来 你讲清楚啊 同样一个赖清德 对不对 小总讲新闻 我一向就这样啊 我一向就用来做对照啊 那今天台湾有 四辉有公里吗 我刚刚讲那些小乡小镇 水连乡 大连镇 那我讲这么多 各位你就可以看到 那些离谱到什么极点 但是 有人在意吗 你现在看 金小胖 金小胖 他跟 他前几天接见 南韩的 那些人 这些人马上 带着一封信跑去美国 找川普 说金小胖要愿意跟你见面 今天上午全世界都在看 所有媒体都在跑马 川普跟金正恩 今年五月会变 全世界都要看这个新闻 金正恩现在和平大使耶 你看嘛 对不对 真的啊 前阵子大家想他是小屁孩 怎么样 人 他会玩 过去很多人低估他 他会玩 我有最厉害的武器 我把你们耍了 大家害怕 可是他现在突然 你看我主动跟川普讲 我们来讲个面 川普说好啊 他哪一封信呢 他转一封信给川普 找南韩的人 南韩也很高兴啊 现在全世界最慈悲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蔡英文的爸爸 日本人 日本原来跟美国 合作要干嘛干嘛 然后再结合南韩 他们三个 南韩 日本 美国 哇 要怎么样 要怎么对付北韩 然后现在北韩 使出这一招出来以后 南韩乐德 哎呀 我安全了 我至少目前安全了 然后美国也说 我们可以见面 现在日本人被晾在一旁 你可以看 日本人是蔡英文的爸爸 是李登辉的爸爸 无足无亲重啊 各位 你要看世界的集市 就要像小董这样说 把他当做人际关系来想 现在日本人已经 已经不想要怎么办了 他没有角色了 他过去耀武扬威 耀武扬威 当然只能对台湾人 对其他人他也不敢 因为台湾人 奉日本人为阿公阿祖 对不对 自己被人家看破手脚 但是你今天看到台湾的情况 你就知道 我们什么角色都没有 今天世界还有一个大新聞 我告诉你 TPP今天签署了 TPP在智力签署了 11个国家 本来12个国家 包括美国 川普上任以后退出 虽然退出以后 其他11个国家签了 当然没有台湾 台湾说 啊我们希望能够加入 你谁啊 你谁啊 你想都知道不可能嘛 对我们最有关系的 是什么 鸿海 鸿海的富士康 工业 工业 互联网 英文名字啊 简称叫FII 他已经要挂牌了 很厉害吧 等一下回来继续报道 方向小董真心话 小董刚刚讲啊 好像全世界的大事 你要看 上午 美国总统接到金正恩的信 川普已经同意 5月要跟金正恩会变 你看 这支感蓝支 大家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对不对 金正恩在信中写什么 不管他是真是假 你只要保障 我们北韩的安全 还有一些其他的完整的话 我可以放弃和武啊 你可以看到 这对全世界是多大的 对不对 多大的新春大礼 你说他这假的 他所有讲什么东西 你都要讲假的 那就没得谈了嘛 就没得谈了 对不对 中国大陆说我们来那个 那是假的 那是要併吞了 那都没得谈了嘛 那难道我说 那我要用武器来对付你 才来谈吗 人跟人就是这样 国家跟国家 也是这样啊 各位 台湾 我们现在台湾 已经自洁 我们对别人的善意 我们通通洋气 然后现在人家说 那我的善意 你不要让我收回来嘛 就这么简单 我收回来 我就不要 对不对 我借你钱 你说你要买通我 那我不要借你 你怎么可以不借我呢 你要 看我二肚子 那到底要怎么办 我到底要不要借你 我借你还被你羞辱 我不借你你也要骂我 台灣人永远是贏 永远清高 永远了不起 我们现在都要玩这一套嘛 所以你没得玩了嘛 今天 对台湾最重大的新闻是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我刚刚讲的 鸿海 FII 鸿海的子公司 护士康工业互联网 他申请在大陆A股上市 36天 昨天核定 可能3月中就可以挂牌了 他的市值是多少你知道吗 2.34兆 的台币 鸿海 现在沟台平 因为最近 最近富比市 已经认证了 三天前认证 沟台平是台湾最有钱的人 第一名 我们虽然长城 十大守护 沟台平是第一名 三天前的富比市认证 就是他的资产 沟台平领导的鸿海 资产有多少 一兆五千五百万 五百千万 五千五百万 1.55兆 1.55兆 他这家子公司是2.34兆 比他的母公司还高 三分之二 各位 你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他讲 中国大陆 对啊 我就会台啊 36天我就发给你啊 我会台啊 那 那你怎么办 各位 各位 不要去管蔡英文的政府了 你也 我也不一定说 你要去大陆或怎么样 你要全世界看 美国投资也是很好的方向啊 对不对 郭台平在美国大量投资 你看 川普看到郭台平笑咪咪跟他合照 哇 川普把所有人都带来 副总统也带来 他的国务卿也带来 把州长什么全部带来 跟郭台平见面 大家忘了那一幕吗 有这么高兴了吗 因为郭台平要到威斯康辛州大投资 他到处都在投资啊 但 台湾能够投资吗 各位想想看 想想我第一段讲的话 为什么世界五十大的餐厅 台中的热幕 快乐的热 木是三点水 再一个木头的木 木浴的木 热幕 的美女主厨 成蓝书 蓝是一个山再一个峰 舒服的书 耳东成 他说在台湾理想 有理想在台湾 有理想人在台湾活不下去 不是吗 他的餐厅人人叫好 对不对 各位你可以看到了吧 有时候 你在台湾 每天看他们在搞政治 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我们一般人什么都没有 他们那些搞政治的 民进党那些搞政治 什么都有啊 他的亲戚大家有观众 不是指领政府薪水这种小事 是他们掌控了政府的议算 这个议算 要补助谁要给谁 所以你看民进党执政 你说为什么同样事情 没有人去抗议这个抗议那个 因为他给你钱啊 你很多团体 你只要叫出一个团体 我就补助你钱啊 就怎么回事啊 那你补助到最后 你自己都不好意思骂他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很多 明明应该很生气的 譬如说台大校长管宗明 这应该很生气啊 可是你看抗议的人多少 那天说 我们够完年去抗议 小董也到现场 我骑摩托在那边看一下 不到两百个人 那今天如果是选出来是陈士奉 然后马上就当总统 卡住了陈士奉 当台大校长 现场至少两万人 不是吗 我们台湾是没有是非的 你不要去相信说 那些学生有良心 没有 学生是最没有良心的 那大学生是最没有良心 他怎么会有良心呢 他有良心他就不会去当大学生了嘛 你看这些人 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垃圾教授教出来的 没有是非啊 然后每天讲自己都勇敢 哎呀 要跟蒋介石剖七什么都了不起啊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在台湾 你就要靠自己 把自己顾好 把自己家人顾好 然后你看 世界上哪个市场 哪个学校 哪个地方 你该去你就去啊 我讲这个绝对不是说 漏台湾的气 而且台湾自己已经不争气 我们是由一群 一群黑心的政治人物在把持 他所有我们的行政 你真的想好好做事 没办法 我要泪夺你 我就是要泪夺你 互联会的钱 我看在眼里 我非要不可 所以我就移送孤言作音 就这样 我就用司法来整理 因为司法听我们的 对不对 你看今天 我刚要进节目之前啊 我看一下联合电子报啊 头条 文化大学的张静虎董事长 他 教育部教他开董事会 所以你为什么不把校长 卢锡鹏赶快拍 已经选上了 张静虎说 我不要拍他 你董事长怎么可以不让这个选出来的人 来当校长 因为我觉得有问题啊 张静虎 他的质疑很有道理 卢锡鹏他说有四个人 来选我们文化的校长 有六个人 我们有林显委员 林显委员 十一个 有六个人打卢锡鹏一百分 一百分是谁 是孔子你知道吗 三千年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得一百分 孔子 第二个人就卢锡鹏 好到这种地步啊 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来投 我在周刊网我也写过 我说这个就是政治的手法你知道 我们十个人来投票 我有六个人打一百分 谁都打不赢他 为什么 我们一般人喔 譬如说我其他四个人结队 小董也不错 小董不错喔 85分或90分 他只要有个人打一百分 他就等于跨了三个小董 那我有六个人打 绝对是他了 别人都没有机会了 这个就是政治的操作 我讲这个喔 我在里面集一个故事啊 我在周刊网 各位都可以 周刊网很好看 小董文章最好看 我就集一个故事啊 二十几年前 新闻局长 那时候胡志强啊 想说 我们有两家 系统业者 电视的系统业者 一家就是何信 一家叫东森 请评审来评 找十几个评审来评喔 哪一家比较好 看他各种条件 条件分四种 每一种二十五分 他的机器设备 他的人才 操作这些人才 他的财务见不见钱 他对于这个 这个行业的理解 那时候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就我们家里有线的这个 的系统业者 四种来打分数 他想说 哎呀台北市的新闻局长喔 柔文佳 请他 台大有个 经济系的教授 张清晰 我们也请他 那十几个评审喔 打出来 东森脱影而出啊 何信就 被挂点了 为什么挂点 因为我们讨厌何信啊 我们柔文佳 讨厌何信 张清晰讨厌何信 他把每个项目 都打零分 你们有多少人 都没有我们两个 打零分的厉害 我打零分我就主导全部 对不对 各位 这就是政治的玩法 结果出现是东森啊 东森是谁的 东森我当然也很熟啊 我也不是要批评他好或不好 东森就是 力霸集团王幽甄他们家族的嘛 各位 我今天告诉各位就是说 你在台湾你玩不够民进党的啦 因为他永远用政治在玩 然后你都想说 哎呀我们哦 公平一下我们找台北市的新闻处长 柔文佳来 一起来投票 我们找台大的教授 来一起来投票 我就玩死你啊 我两个人变成我得胜 你们通都输了 可是 人才 设备 理念 还有财务 我确实讲 你骂他财団 他的财务会凌昏吗 你自己都讲不通嘛 所以在台湾靠自己 今天介绍收听